上天可没说完,接个尾 那么这个邵庸的儿子呢,就这么断 根据他这个声音,前面一声,后面几声 然后一个顿挫,就是不同的数字 对应的先天数字,出来的挂 作为一个金一个木 那么想到可能有人来求借东西 他说,这个就是锄头 那时候又说,不对,这是斧头 这一想,这两个东西也差不多 这么细节,怎么就不一样了 那么就根据意象,又根据这个道理来 所测的时间,是这个冬天 冬天一般不用锄头 所以说就是斧头 这是从这个简单的 能断性质,则不断数 断数也都是一样的 就从别处找原因 那么能定性就不定量 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所在 都是看大事,那么细节的搞什么 是吧 越细,反而容易出错 也没什么意思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说这个 夹子纳音 夹子纳音呢 六十个相传啊,就是鬼谷子 或者说是皇帝的手下啊,谁 是吧 就做了这个纳音 所谓纳音,就是它所含的这个声音 根据这个十二绿语 古代这个真正的音乐是十二个 比现在还要丰富 那么这是一周期,把它等分了 这个怎么纳这个音呢 就是隔八生子 同位取妻 这个在前面 先取妻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甲 甲的妹妹叫乙 她俩是一家的 那么这个乙呢 到了年纪她要嫁 这些乙跟合 她之间相隔了几呢 甲乙丙丁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就是如果是隔八呢 又到了下一个 就开始生子 那具体怎么生子 就是说 比如说甲子 一丑 叫什么海中金 这些啊 为什么这么叫 这个就更究竟了 那她生出了什么呢 把这个地支 就到了神友 神友是什么金呢 到人生鬼友的时候 叫见风金 你看这个当中 就是隔了八位 子丑一某成四五位 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隔八位 那么就第九位 或者说从丑开始算的话 那就第八位 然后 这就同属性 为金 因为子 是跟你这个同属性的 所谓七 就是 这个 子丑一对 银帽一对 什么什么 身有一对 这个一对的这个 为同属性的都是木 这叫同位曲七 她的这个阴干 就被合走了 就到年纪就出嫁了 那么再生 就到了 这个 什么位呢 叫陈寺 人鬼家乙丙丁物己更 到了更臣心寺 这就是拆串金 也是金 再生 就不是了 再生 又到了子 又到了这个位置 但是就不是夹子一筹了 更心人鬼家乙丙丁物 物子 变了金生火 下去和我们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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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